做一個註解 因為怕說同學看不太懂 所以以後你會發現 在資料處理上面 很常會遇到那個if 然後條件是什麼 你可能要給它敘述一下 所以基本上我們這一篇的資料 我先把它先delete掉 假設delete掉 當然如果你假設不太確定 我建議你按F8 你就是看一下 然後看一下 為什麼先判斷B 因為這邊看起來好像 如果是縣市的話 理論上右邊會是空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的話 先放一個 它的縣市在 等下位置好像不對 應該是這邊 這個應該要在這一邊吧 那這邊 先縣市 行政區再郵力區 那就把資料 扣到這裡 但是你 K不能加1 因為K加1 它跳下一個 那下一列 它就補到下面了 所以 應該是補到它右邊 所以這邊沒有K K加1沒有 下一個 所以台北市就先扣了 然後再來的話 因為下一個 下一個B不等於空的 所以它會跳下一個else 那else的話 不過你想說老師 為什麼這邊還多一個這個 主要是因為 中正區call過來的話 因為它前面有縣市 可是底下都沒有 所以沒有的話 理論上還要補台北市 所以我們先判斷一下 它這個的低裡面有沒有 有的話就跳過了 有就跳過 沒有就補 大概是 補的方式就是 它的上一列 台北市 這個補上面的call下來 所以這一行 實際上是把後面的call到前面去的意思 所以這個等號 你可以在這邊想 就是有點像 把後面儲存格的資料 複製到前面的儲存格 大概是這樣 等號跟以前 你們那個數學用的那個等號 是不一樣的意思 可能要注意一下 把它call過來 有沒有 中正區 它在A欄 然後把B欄的E0100 把它call到U1區號 然後這個時候一定要K等於K加1 因為K現在等於2 那加到1之後存回去 所以這個運轉應該是後面 計算完 存到前面去 然後這個時候 執行這一行 那K等於3 意思我跳到下一列的意思 OK 那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 應該就是 再來 就是大同區 所以大同區的話 因為它前面這個地方 是不是空的 4 所以4的話呢 就幫我補一個台北市 然後再幫我補後面的東西 有沒有 所以以此類推全部都OK 執行一下 就OK了 但是 其實這個地方的話 有幾個地方好像會有問題 因為後來同學有反應說 有幾個地方好像會出錯 哪個地方會出錯 你看宜蘭的下一個 新竹 其實新竹還有另外一個是嘉義 新竹市跟嘉義市比較特殊 它這好像是什麼 它是什麼 縣霞市還是什麼 省霞市 不知道 反正它就是 它的編排方式跟其他不一樣 怎麼說呢 它隔壁旁邊不是空的 所以如果不是空的話 會造成什麼 你會發現喔 它會把它放在哪裡呢 宜蘭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 這個沒有 所以會造成怎麼樣 它把它歸到宜蘭去的 所以會造成怎麼樣 它的資料就變到宜蘭去 另外好像還有個 一樣的狀況就是嘉義 所以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就想了個辦法 因為 所以有時候 程式怎麼寫出來 其實你就要觀察資料 到底有沒有哪些特徵 所以你想說 那如果老師 我今天不能用這個判斷 這個B欄空白的話 那還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判斷說 它是一個縣市的方法 所以我們看一下 那當然從A欄 從上往下 有沒有什麼特徵 是縣市獨有的 那行政區沒有的 有沒有看到 縣市好像有個共同特徵 什麼特徵 它尾巴這個字有沒有 是 縣 有可能是縣 有可能是縣 這邊裡面有沒有視線 沒有 那還有什麼呢 還有可能是縣市 縣市 對好像有固定規則 可是除了縣市之外 有沒有比較特殊的 你可能要找出那個規則 像剛剛還有一個地方 像嘉義也是會出問題 嘉義好像會被列到南投去 所以這個也不對 然後 所以你可以看到好像 還有啦 還有這島 有沒有 就是南海諸島 會有人寫信到那邊嗎 OK 反正它就是一個 有一個這個資料 所以我們可以找到一個規則 也就是說如果A欄裡面的儲存格 假如它的右邊那個字 是 是 跟縣 就是 是 或縣 或導 的話 那 它應該 就是要符合 我們等於是取代剛剛那個邏輯 那怎麼寫 這邊的話 我是想一個方式 想一個方式 就是說 我有把它 放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這裡的話 我是 先抓什麼 抓那個 Sales Idea的 它第一個字 所以用Right Right 然後去切 這個字出來 然後放在X這個變數裡面 那如果X等於線 或者是等於四 或者等於導的話 也就是說 我們去抓那個字過來 那 我就直接 把那個什麼 把那個字 摳過來 所以一定要有個前提 那這個怎麼寫 比較OK 我想 請各位先想想看 待會兒我們再來說明 又補了一個東西 就是說我剛剛講的 如果 那個線是 假如是 線 就是它右邊 所以右邊的一個字 右邊那個字 我就是把它抓到之後 放在一個X裡面 如果它是線 或者是四 或者是導 像我們剛剛看到的 第一個部分 那我再去判斷它是不是空白的 OK 所以喔 可能在判斷空白之前 還多一個判斷 就是 判斷它那個 資料裡面的尾巴那個字 是不是這三個 那如果是四的話呢 那再判斷什麼呢 它如果是空的 如果是空的 那就是 直接就像剛剛一樣 這個沒變 那會變的話 是Ls Ls就是說 如果它是線四島 但是它卻不是空的 那我們做什麼呢 實際上喔 就是 先call什麼 call新竹 就像剛剛那個新竹市 所以 會比較會有問題的 應該是在新竹市那個地方 所以 我把這個地方 資料 我先把它 一般習慣 我先把它delete掉 然後呢 我會寫完程式之後 這邊設個中斷點 那表示說 這個上面都是 空白的 那只有這個 右邊不是 那應該第一個會抓到新竹市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大家先跑一下 停在這邊 這邊OK了喔 會出錯的應該是在這裡 有沒有 到宜蘭的釣魚台 在這裡 釣魚台 所以它停在這邊的時候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它判斷出來 找到新竹市 它有市 但是它右邊這邊 卻沒有任何資料 所以它不是空的 那不是空的 我怎麼處理 那我就是把新竹市放兩個 有沒有 然後再把郵遞區號放在這邊 所以我的寫法是A 所以這邊有兩個一樣 所以就是放新竹市 新竹市 然後這個B的話是郵遞區號 再摳過來 那一樣 再把它K等於K加 因為 還是要換到下一列 所以這個是 我剛剛補上的 所以這樣的話應該就 相對是沒有問題的 OK 看起來應該 這樣跑起來 好像就OK了 那再來應該有 還有個加益吧 我看看 應該加益會停下來 所以這個是加益 所以可以看一下 Ctrl向下 這邊有沒有 南投本來卡在這裡 會有加益 所以目前的話 這個加益的問題 應該也解決了 OK 所以 請各位 試一下這個 中段也可以把它 再點掉 讓它全部跑完 那這樣的話 我們基本上 就完成這個郵遞區號 跟縣市 那 但是將來如果要查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 郵遞區號要放在前面 有沒有 所以 其實如果假設 你希望最後做完之後 再把郵遞區號放到 縣市的前面的話 那你尾巴其實 可以再補兩行 哪兩行呢 就是你可以加一個Column Column Column 指的是哪一欄 那 F 冒號F 指的是這一欄 OK 那記得一樣前後加雙引號 那如果要減下 有沒有像剛剛不是有 按右鍵 先選取 這個有點像選取 然後減下的話 按右鍵減下 那減下在VBS叫Cut 那貼上的話 插入到哪裡 插入到D欄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改成什麼 這個 Column 把它改成D欄 後面 加一個ins 就可以了 ins 如果你不會拼 你可以看鍵盤上有insert鍵 insert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樣應該OK 所以這樣就蠻完整的 然後 甚至這三個資料 假如說你也要一起 那你可以再把它補到開頭 所以這個開頭 我好像有在雲端上面有放這個資料 開頭的話 在這裡 加上欄位名稱 其實應該可以寫三行 不過我在這邊加冒號 那你可以把這一行 貼到這邊就可以了 然後它會自動 先幫你加縣市 行政區 郵遞區號 有沒有 然後 我把它全部跑 這邊中斷一下 全部跑完 然後這兩行是先減下這一欄 把這一欄放在D欄 有沒有insert 這樣就OK了 結束 所以這個是最後完成的 所以我又增加了 欄位名稱跟減下 剪下哪一欄 有沒有 放在哪一欄 OK 中斷的話 就是說你可以在前面這邊 有沒有 點一下 那它程式就跑到這邊 就停下來了 OK 如果你要拿掉的話 再點它一下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這樣玩還蠻好玩的 就是說你要把東西寫完 這是它有點複雜 如果你真的都寫得出來 那表示你這個VBA公立 應該是有一定的程度了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最後 今天的作業就是 請各位 把這個做完 然後這個檔 你就把它直接存檔 存檔的時候記得 把它改一個名稱 底下這個名稱自己改一下 有點像郵遞區號 然後如果你要把程式 記錄下來 我建議是定存新檔 然後把它的格式 改成啟用聚期的活業部 然後意思檔名叫什麼 叫郵遞區號 或者叫什麼都可以 郵遞區號 練習之類的 VBA練習等等 把你自己改一個名稱 然後繳交這個練習的作業就OK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好